- 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週末愉快 昨天我們的節目做了一集意外擦槍走火 我們做了一集這個波波 就是其實波波這個字不盡公平了 因為台灣的海外的醫學系畢業的學生 回到台灣來從事醫師 通過國考各方面的重重的把關 但是感覺到他們受到了歧視 所以這件新聞也因為我在我的群組當中 有一位老朋友十幾年的老朋友 就是蕭曉玲老師 那昨天如果看節目大概就知道 我怎麼認識他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一起走社會運動這條路 他就跟我抱怨 他說他的小孩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就看了一看 我把整個來龍去脈研究了一下 發現他顛覆我原來的想像 我原本在政經現實批在民視的時候 我們都做過 那個時候我是反對海外的醫生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 就如我當時收到的情資跟我收到的訊息 他們在走後門嘛 那你為什麼不在台灣念醫學院 你要跑到外面繞一圈回來 後來我發現這樣的人還不少 這些人多半都是 多半都是爸媽是 就是父親這邊是醫生 孩子在台灣確實是不容易考上台灣的醫學院 所以他們就送出去 而且覺得不需要在台灣這麼辛苦的考醫學院 送到海外去 那取得學位 然後回來台灣參加國考 走同樣的路 當時我也覺得說有必要這樣嗎 可是我自己走了一趟這樣的路 我是因為被蔡同學感到巴布亞牛級內 我坦白說我的女兒 她很喜歡作詞作曲音樂 她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功課上面 她如果今天留在台灣考高中考大學 我給你打包票 她肯定考不上台大 國立大學都上不了 因為她沒有在唸書 偶爾唸唸書 但是大部分時間做很多課外活動 參與很多的各種各樣的社團 也從事很多的社會服務 甚至打工 我覺得她從那裡面獲得自信成長快樂 但是如果要用台灣的考試方式 她真的明白沒不可能 我兒子也是一樣 一天十個小時裡面 大概七個小時打籃球 要不然就看籃球討論籃球 那剩下大概一兩個小時 剛好把作業做一做 考試前看一看 這在台灣你完蛋了 絕對沒機會 可是我女兒因為蔡同學的關係 她就到了美國來念高中 然後輕輕鬆鬆申請到全世界 排名32的紐約大學 台灣大學排名第幾呢 174 這還是各種評比中排名最前面的 也有50幾的 反正你如果整體運 你知道這個世界大學排行 世界醫學院排行 世界牙醫排行 那都有學院都有排行 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現在最被人家認可的是US News 就是美國的這個世界新聞 還有很多啊 還有這個泰晤士高等教育 還有這個RU 這個世界大學排名排行榜 還有QS 有好幾個排行 這也很難說到底誰公平不公平啦 我作為一個統計的這個 不敢說專家了 專家專門騙人家 我作為一個學統計的人 很難說 因為每個人著重的東西不一樣 你說台大好還是哈佛好 哎 99.9%的人說哈佛好 可是我就要說台大好 為什麼 我左眼點就是台大出了一個有風鼓的教授 呵呵呵 開開玩笑了 這個就是每一個人 左眼點不一樣啊 對不對 有人認為說 哦什麼這個 標準化考試分數高叫做好學生 有人說哦 GPA這個學校在校成績高分叫好學生 有人說聯考高分叫好學生 有人說 哎 他的這個課外活動均衡表現的好叫做好學生 這很難講 有人說教授研究的品質好叫做好學校 有人說學生的素質好叫好學校 有人說 這個從這個就業市場 對各大學畢業生的評比 或者口碑這個叫做好學校 有人說經費多的叫好學校 都有他的道理 每一項指標都很有他的道理 但是怎麼樣給他權重 這個有點見仁見智 好啦 所以我作為一個做學統計的人 我通常就是把這些指標加起來平均 平均以後就會讓 比較極端的東西能夠慢慢的regression 就像中間平均值集中吧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像民調 好幾家做出來都不一樣 拿來平均一下 或許可以看到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極端的極端值 好那我們就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我以前也這麼認為嘛 說那你幹嘛不在台灣做 受醫學教育 你幹嘛跑到國外去 可是我來到國外以後 我的視野變開了 真的 我必須坦白告訴大家 我以前是井底之蛙呀 下蟲不可與冰啊 井蛙不可與海啊 夏天的蟲 你不要跟他講冰長什麼樣子 你講了半天都沒有用嘛 因為他就沒有那個見識 井底之蛙 你跟他講大海有多大 大海多漂亮 他跟你爭了半天 不是他故意要跟你爭半天 是他真的沒有那個人生經驗 沒有那個蛙生經驗嘛 對不對 所以我來了國外以後 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我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我對世界局勢的看法 也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很正常 這不是絕今世而著非 或者絕今非而著世 這是當人把視野開闊 不要光做一個台灣島民的時候 你會看世界有一個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們的初心都一樣 希望台灣好 希望中華民國好 不管你把它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希望他好 因為那裡有太多可愛的人 有太多好人 有太多宇宙真心學院 那些善良的朋友們 讓我們開箱善良的一些觀眾們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地方好 但希望這個地方好 我們就得理性一點 不能信理 那至少要理性 好 我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台灣到海外去 念醫學院的學生有比較差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 在走出台灣以後 世界各國的醫學院有真的比台灣差很多嗎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們一直說波波波波 波波就是波蘭 波蘭醫學院仿佛被台灣的2300萬人或主流媒體定位成為一個很爛很爛的醫學院 波蘭好像是一個很爛的國家 而且波蘭好像就代表了台灣的旅外的醫學生的代名詞 好沒關係 我就想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就拿最差的來看好了 你們如果大家都公認波蘭的醫學院是台灣目前的外籍醫師當中最差的 在國外拿到醫學院的學生當中最差的 那我們就來看它到底多差 跟台灣的醫學院的平均值比起來是差多少 於是我就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 你知道 我這二三十年來做的事情 就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研究 我在台灣大學二十年 在媒體界也差不多一二十年 也差不多十年八年 再加起來這三十年我共同做的事情就叫做做研究 就是出現一個問題我去找資料然後做分析 透過我的所學研究方法或者是量化的統計 我去理解這中間的一些邏輯整理爬梳一些結論出來 這就是我二三十年做的事情 那我就開始做各種各樣的爬梳 我找了ChatGPT也找了其他的一些內容 對有些網友提醒我說你不能光信ChatGPT 你講的對 ChatGPT很準很好 但你要訓練它 他常常有錯你就要追問他 然後把你知道的東西去挑戰他 他就會修正修正 所以如果你問的好 這個答案就會好 你問的不好答案就會不好 這個GPT非常好玩 我每天都跟他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開始慢慢了解他 慢慢知道他的這個邏輯 開始慢慢的愛上了這個GPT小姐 好我們來回答幾個問題 台灣的醫學院到底有多棒 世界各國的波蘭的西班牙的這些你們覺得好像 來台灣吃台灣的醫學生豆腐的醫學到底有多差 我就尋回找了這麼一下 但是我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是 開放一小部分的本土的醫師是由國外取得醫學院執照的 醫學院學位的 然後通過台灣的國家考試的 這個對台灣到底有沒有不好 或者是說是不是真的衝擊到本土的醫學的市場 我整個研究一下跟大家報告比較客觀的數據 第一個 這個是四年前的統計啦 不過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最新的 但是沒有差太多就是2020年底的統計 台灣共有49808位職業的醫師 我今天先講醫師啦 因為昨天談牙醫嘛 我們今天就來談醫生好了 好 這個將近5萬名的合格有執照的職業醫師呢 大概有10%是畢業於國外的醫學系 也就是說5萬個醫生當中有5000個是從國外的醫學系回來的 10% 10%很嚴重嗎 不會啊 1%會衝擊到台灣本土醫學生的這個就業市場嗎 我真的不這麼認為啊 如果你說他今天過半了 或者2%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要討論一下生態的問題 那至於台灣每10個醫生中 有一個是國外受過訓練的醫學教育的學生回到台灣 這個國外很多啊 對不對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國外到底是哪些國家啊 那麼這樣有沒有不好呢 我坦白說真的沒有不好啊 不知不明的 但是我已經按照我的台詞 地圖後 我已經按照片了 哇 就是 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全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训练出来的人 如果能够回到台湾 那不错啊有很多医学环境 尤其医度医学的态度 会有天差地壤的这个差别 你知道我在美国看医生 我体会到一个最大的差别 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1991年 我在念博士班1992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跑去看医生 跑去看cardiologist 心脏科医生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阵子我的心脏会乱跳 乱跳该跳的不跳 不该跳的跳就乱跳 那时候没有菜同学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心脏乱跳是很不舒服啊 会觉得要带上来 我就跑去威斯康西附近的一家大医院 就是威斯康西的Memory Hospital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很难约啦 现在我在加州要约医生真的很难约 还好我的家庭医师 现在换成一个我复兴小学的同学 这个同学优秀啊 他是那个UC San Francisco 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 那他最优秀的地方就是 我看病不要钱啊 他完全不收我的钱 我拜托他收他不肯就是不肯 那我说你这样子 我每次来看病要牵一头牛来 反正他就是不收我的钱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 不收健保的 不收保险 在美国敢不收保险的医生 是大牌医生啊 是厉害的医生 就他不收健保给付 你要就来自费 你不要就拉倒 但他医生 他的病人多到不行 于是他就收了我这个 不付钱的 吃这个霸王餐的同学 那他就跟我讲 他说台湾跟美国的医疗 概念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的医生呢 多半受的训练是 能够不要给抗生素 就不要给抗生素 能够不要给药 就不要给药 他说人体机制 其实是可以自然修复的 那他有很多的观念 跟我在台湾受到的一些 观念是不太一样 而且他很反对 他到我家 一看我摆桌上一大堆的维他命 他眉头皱得很紧 他跟我说 我的维他命只有一盒还两盒 他说你干嘛吃那么多这个东西 我说我在台湾吃的更多 不过我也不是那么爱吃维他命了 就摆在那里看着心安 你知道 可是我后来发现 有些东西还真的有用 真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个我也不怕大家笑 我们年纪已经到了嘛 大概三十几岁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 有点感觉有点社护线的问题 结果呢 我就去吃那个GNC的 我现在不是卖药 会卫服务部不要来找我 找我也没有用 我巴布亚你有几内 我已经被通气了 你再通气我也没有用 好 我就去吃那个GNC的那个药 叫做Pumpkin seeds 就是南瓜籽油 我要跟大家说 超级有用 超级有用 真的 就是 完全症状全没 而且我去给我的同学 内诊 他说你健康的 没问题的 毫无问题 好 那 那这个Pumpkin seeds 这是我个人收藏的秘方 上次我还跟我们一个铁粉 说了一样东西 就是 呃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身体会 关节酸痛 尤其是到一年 手脚酸 又会有点酸痛 或者是睡眠 我是没有睡眠的问题 可是 我去吃的那个日本药 叫荷力他命F 那Complex B B群 维他命B群 有用 真的有用 好 但是你也不能吃太多维他命 因为 维他命是这样 他在制成的过程中 他会添加一些东西 比方说他要让他凝固嘛 变成药丸嘛 或者他有胶囊嘛 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好的东西 如果你吃了一大堆 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我自己吃维他命的经验是这样的 我是 比方说 他是 每天一粒 我就每两天一粒 或者每三天一粒 这是我自己 未必是对的 这个有医生的话请指教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把他的量 跟依赖度降低了 我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如果 他这个 综合维他命每天一粒 或者每天两粒 待会呢 我又为了 因为膝盖有点酸 所以我就多吃了一点 这个维他命B群 那如果呢 我又有一点这个 觉得好像最近视力退化了一点 我又吃了一些叶黄素 那 我又觉得说 我最近好像这个比较贫尿 我又吃了一些pumpkin seeds 那你每一个东西加起来呢 可能就会超过了 每一个单一元素的量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我自动减量 每天吃一粒的呢 我可能每天吃两粒的 我可能每天吃一粒 因为它是 它是营养补给品嘛 抗生素就不能这样吃喔 有些药你就不能说 医生给我三餐 我就吃一餐 不行喔 好 那 那维他命这类的东西 我是这样子吃的 那有些呢 就是每天一粒的 我就每两天一粒 或者 我的症状没那么严重的 我就每三天一粒 因为 这些东西在 形成药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添加一些东西嘛 好啦 这是蒙古巴布亚牛几内亚大夫 彭大夫的 蒙古大夫的经历 好 待会我们回来很严肃的讨论一下 台湾的医疗制度 因为我很简单 我呢有一些资格可以谈医疗啊 因为 我高一的时候 在士大夫中我是丙主班嘛 那我之所以是丙主班 那是分班进去的 不是我的选择 但是 知道我的从小长大的经验的时候 我很讨厌当医生 我看到医院我就讨厌 我看到穿白袍的人我就讨厌 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所以你叫我去当医生 你杀了我吧 但是我全班同学 大概有七八成都留下来丙主班 所以我到现在很多好朋友 都在当医生 不是医生就牙医 那么 我对他们的生态 其实也还蛮了解的 就是我们常常在聊天嘛 那也有对台湾的医学环境啊 也是有这么一点了解 那再来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病人家属 我跟着爸爸抗癌13年 那 我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 我的工作叫做做研究 所以我对我爸爸的这个Lymphoma 我看过的报告 中文的外国的 我可能不输 我可能不输80%的血医科的医生 我是说真的 我没在吹牛 因为当时为了照顾爸爸 我发现说 找大牌医师真的没有用 我昨天节目跟大家分享了 我找了一位在台大的 专科的非常有名的中研院院士 他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的病人多到排不下 他特别收了我爸爸 可是我真的不能怪他 因为他的病人太多了 为了要让他不要误诊 或者是搞错 我必须很仔细的 让他知道我的医学尝试呢 可能是有一点本底子的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敷衍我 他不是纯心要敷衍 实在他太忙了 因为他的病人太多了 我的爸爸是他可能是 300个病人的1% 可是我的爸爸是我的100%的爸爸 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个病人家属 很用功的去做研究 所以我说我那一年 那这13年当中 我念的书可能可以拿1.5个医学博士学位 特别是血液肿瘤的这个领域 淋巴癌这一类的领域 好那今天我还是要很严肃跟大家来谈 这个波兰的牙医的或者医生的问题 因为这个外国的医生的这个问题 不是只是一个 这个问题其实看到了台湾的官僚思维 也看到了台湾人的胸襟 那我们刚刚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只有10%的医生 是从国外的医学院回到台湾来的 那咱们不好 那咱们不好吗 有咱们不好 好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我再去查一查看看说 好为什么我们要有国外的医生 这国外的医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答案 好第一个 第一个促进人才的流动和需求 那么可以跟国际接轨 第二个还有好处就是说 可以相互承认跟认证 台湾的大学医学大学毕业的 到美国来当医生也可以被承认啊 只是你要从这个住院医师 你要从这个实习医师 每个州的状况不一样 你到偏乡去可能偏乡放宽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但是是可以的 好再来 还有就是维护公平跟国际化 这国际化很重要啊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 对不对 你试想吧 今天台湾有 二日英法美亿澳的八国联军的 各种国家的医学院的毕业学生 这对台湾走出去 或者引进一些国外 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 或者人才 或者做建教合作 有没有帮助呢 有大大的帮助 千万不要把自己锁成一个 锁成一个下虫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 变成夏天的虫 井底的青蛙 这个对台湾真的不是好事嘛 还有呢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法律喔 WHO世界卫生组织 是鼓励医疗的交流的 包括医学院 还有国际医学教育认证标准 叫WFME的standards 也是参加了这相关的标准的认证 也是鼓励大家呢 能够朝国际化标准化来迈进 那另外 台湾的医师法当然呢 现在听说要修法堵住后门 我觉得我齐齐约不可 没有必要 让这些人公平的在国家考试下竞争 我还再讲一遍 因为国家考试有两阶段嘛 一个是比试 一个是实习 你就让他们公平吧 他们都拿到了医学系的这个文凭 那有人说 我们的医学系比较难考啊 那是那是你认为啊 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 难考的医学系 不见得就是好的医学系 这是第一个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每个国家考试的方法不一样 我刚才讲过 你说我女儿是不是个好学生 她摆在台湾的高中 她肯定考不上国立大学 我个人认为啦 因为她根本没有在花太多时间在背书上面 尤其她不会去背什么历史地理什么这种 她不会花时间去背这种东西 美国的历史地理考试怎么考的 你觉得富兰克林跟林肯哪一个比较伟大 首先你告诉我 你的伟大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个你的论述 第三个你证明 这是美国人在教历史 台湾的历史呢 是教什么 请你把唐朝的这个皇帝 从这个远到今排列 然后他们的这个皇帝姓什么 族事什么年号什么 请写下来 我花了太多时间去填满垃圾 所以我这个人就变成了垃圾 殊不知啊 今天有个叫ChadGPT 他马上把你列出来 重点是说 你去背这些唐朝皇帝的年表 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花时间去比较 唐朝的各皇帝之间 他们的优缺点 或者对这个当时的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不对 但可是没办法 因为台湾的教育真的很僵化了 老师是什么样的训练出来的 他就训练他的学生变成什么样的学生 所以这个世代传承之后 就落入了这样子一个教育的僵局当中 好 我们待会再理性的来讨论一下 因为你可以说医学院跟我没关系 可是你要看病啊 所以医生跟你有关系 这个东西跟大家都有关系 而且这个东西跟蔡同学有没有关系 有啊 他的英国什么伦敦政经学院 是不是个野鸡大学吗 各位觉得 当然不是啊 好学校啊 但是是不是孵出了一窝的野鸡 所以你要谈什么呢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是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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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是 是 刚才广告马上回来 什么动物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現在看我們的節目 應該是棒球賽已經打完了 因為我今天是提早錄啦 我在想半夜要不要爬起來看棒球 一定要看的 希望我們是贏的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還沒有比賽 好 我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看 為什麼今天台灣的本土畢業的醫學生 這麼排斥海外回來的 那海外回來的又是哪些國家 那波波佔了海外回來的90%嗎 是大部分嗎 那波波有多差呢 我就找了一下資料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剛剛講過 台灣的醫學在2020年 一共有5萬個醫生是從考過國考在職業的 這裡面只有10%是海外的醫學系畢業的 包括美國的日本的西班牙的荷蘭的 澳洲的等等等等等和波蘭的 那這些比例是多少呢 來 美國呢 佔國外的醫師比例40% 美國的醫療體系會比台灣差嗎 應該不會喔 但是不能用總體看個體 這就犯了叫做ecological fallacy 這就是研究方法中的一個謬誤叫做 ecological fallacy 叫做生態上的謬誤 就你不能拿總體經濟學的環境 去推演個體經濟學 也就是說你不能說 美國的總體的醫療水準比台灣高 所以美國的醫學生就比台灣的好 這個是錯的 或者是說某一個美國的大學畢業的生 就比台灣的大學畢業的醫學生要好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ecological fallacy 那美國人的大學畢業生呢 在台灣的醫學系的 到台灣來職業的占了40% 好 這第一件事 第二個 你千萬不要以為美國就很棒棒啊 好 美國真的有 美國有多少所醫學大學呢 醫學系呢 我看了一下 它的比例比台灣高 就是說相較於它的人口 它的醫生 醫學生的比例比台灣要高 好 那麼有很多內布拉斯加大學 我都把它叫做鳥布拉斯大學 不好意思 如果有這個畢業的 我沒有不禁之意啊 內布拉斯加大學或者什麼 或者是什麼 懷俄明州啊 什麼愛德河州啊 這些需要的醫學院 不怎麼樣啊 真的不怎麼樣 別忘了還有一個美鼠波多黎各啊 我昨天講的多明尼加啊 不是 多明尼加打棒球 波多黎各是美鼠的 波多黎各啊 他也有他的大學 他在一些在加勒比海的一些地方 都有他的 這個大學醫學院 我復興同學就有人 爸媽是台大 爸爸台大醫生 小同學不會念書 他就把他送去 加勒比海那邊的大學念醫學院啊 那人家如果有本事畢業 不像蔡同學那樣子 騙人搞了一個1.5個博士學位 然後無中生有自己驗證自己的學歷 如果他真的有本事畢業 也考過台灣的國家考試 你有什麼理由排斥他 有人說你不會只有人家 你留在那裡啊 你很棒啊 那你說日本不歧視你 反鄉詮釋他的權力 講這話就是太沒有 這個太沒道理了對不對 他要選擇在哪裡就業 是他自己的選擇 那理論上是 他都不應該被排斥 但是如果他跟台灣的大學畢業生 一樣經過一樣的考試 那你真的是沒有理由排斥人家嘛 對不對 更何況你有些法案喔 你要考慮他的這個閉鎖期 你不能說孩子出國念書 念完回來才發現說法律改了 好他這時期要10年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人道的啊 好但是我們絕大部分同學的立場 應該是說我作為一個病患 那我希望我的醫療的權力不要被剝奪 我不要碰到蒙古大夫 那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回事嘛 還有我要講蒙古大夫與否 真的跟哪個學校的醫學系畢業 真的沒什麼太大的關係啦 好嗎 報上只會報說 噢 波波一生一死人啊 我就說了 台大的陽明的北醫的一死人的新聞 多得很只是沒有報而已啊 那我們來看看喔 日本是第二大宗佔了25% 美國佔了40% 日本佔了25% 第三大的國外醫學院在台灣職業的醫生 是德國15% 英國10% 也就是40、25、15、10 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加起來佔了90% 台灣的外籍醫學院畢業的醫生 在台灣職業的90% 是來自於美國、日本、德國、英國 如果我們光看台灣的媒體 你會以為台灣的外籍醫生全都是波蘭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樣 波蘭被污名化以後也蠻可憐的 這些波蘭的醫學生也真的在台灣醫界 我看你也待不下去了 好 那麼剩下的其他國家佔10% 包括澳大利亞的、西班牙的 包括荷蘭的、包括比利時的 包括這些國家加起來10% 好 那麼 這個 到底 到底 這些國家 是很差嗎 那我們就來看看台灣的大學到底有多好呢 來 根據2024年QS世界大學的排行 我盡量能夠把它找到的都跟大家講 因為光是一家排行機構可能有偏頗 我盡量念一念 然後大家就算算它的平均值可能會比較符合真正的情況 第一個 台大醫學系很拽了吧 排名在51到100之間 全世界大概我們算中間值75名 很值得驕傲嗎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你們瞧不起的那些國家的醫學系有沒有比你差 再來 陽明交大被排名到200到250之間 那我們就算它中間值225好了 再來 台北醫學大學大奔中那個學校 251到300 那我們就算它275好了 再來呢 中國醫藥大學排名301到350 然後我們平均值325 高雄醫學大學排名在351到400 算它375 剩下很多大學呢 醫學大學還有六七所都沒有排進去 那我們來看看 有最多人詬病的 比方說西班牙的大學 來 根據QS世界大學的排名 這個QS呢 就是剛剛是同一個標準的 QS世界大學排名 Barcelona Universal Barcelona 全世界排名52 52 台灣大學多少 台灣大學是50到100之間 你有比人家好嗎 沒有嘛 好 再來 還有很多學校 他們的University of這個馬德里的一所叫做康普敦斯大學138 馬德里自治大學排名138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143 他們隨便前四名都勝過我們台灣的第二名的醫學大學 揚名交大是200到250之間 那台灣是在驕傲什麼呢 你在排斥人家西班牙波蘭啊什麼這些國家你是在排斥啥呢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看看 他們剩下的大學都在250名之內耶 不會像台灣還有很多排不進百大百排不進千大大學 那台灣剩下那些大學都跑哪去了 中山醫學大學在全世界大學排名中875 剛剛講的陽明交大在泰晤市的世界大學排名是400到500 在QS剛剛講過222 這是今年的排名 高雄醫學大學呢 在泰晤市高等教育排行是600到800名之間 我們算700 QS排名是1000到1200名 算1100名 你的這個波蘭西班牙比你好多了啦 台北醫學大學 來倫敦的這個泰晤市高等教育 在名列500到600名之間 QS500到510名之間 這個是台北醫學大學 國防醫學院沒有排進1000名 好世界大學包括了QS沒有排進 輔大在泰晤市高等教育排行1000名到1200名 QS排名1000名 泰晤市高等教育601名到800名 這輔大醫學院 好那中衛藥大學排多少 中衛藥大學在QS排1000名到1200名 泰晤市高等教育排名600到800名 你是多厲害啦 剩下我沒有念的很多都是沒有排進去 像什麼慈濟啊 有些排得比較前面 平均起來 大概只有台大醫學系 是排在全世界醫學系的大概 100名到200名之間 你把它做一個整體的平均 綜合來講 剩下的都在300名以後 80%的台灣的大學醫學系排名在全世界的1000名外 那剛剛我們看了一下西班牙 至少七八所大學都排名在300名內 那我們來看看被污名化最嚴重的波波市有多爛 波蘭的大學 他的克拉科夫亞蓋龍大學全球排名381名 那麼華沙大學全球排名402 但他醫學也沒有排名 另外 這個華沙醫科大學全球排名896名 佛羅茲瓦夫醫科大學全球排名899名 好 我們來看看 台灣有一半以上的醫學大學排不進1000名 所以這個波波有多爛 好有人提到一點說 波蘭的一個醫學院 他們有一個專門給外國人唸的 程度比較差 那個程度就差不多像巨匠電腦 各位同學 巨匠電腦培養出來的人 如果能夠通過台灣的高考的資訊類的考試 你管他什麼匠 對不對 你管他是沙茶匠還是甜麵匠 人家如果有本事筆試口試 包括了專業都考過 你能說人家什麼 實習也過了 你還能說人什麼 那照你這樣講 那好吧 台大的學生很棒嗎 台大也有像我這種很不怎麼樣的 對不對 我在台大都沒有在念書 那你說台大畢業生都很棒棒嗎 那彭文正呢 所以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比較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 你要來台灣當醫生 考試 你通過台灣的國考 一視同仁 對不對 事實證明什麼 台灣大學的醫學的相關學校的醫學系 沒有比人家世界強到哪裡去嗎 沒有嘛 而且在亞洲排名多少 台大在亞洲排名32名啊 你們老瞧不起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醫科大學 比台灣大學醫學系好的有20所啊 我的老天鵝啊 謙卑一點吧 真的不要這麼狂啊 台灣真的沒有那麼棒 走出台灣看看世界 真的沒那麼棒 我看到很多人說 喔台灣現在很棒 股市飆破2萬點你要怎麼樣 股市是短時間之內的資金的流向 今天可以2萬點 改天發生什麼事情 整個資本一抽 就無量下跌 對不對 而且全世界很少像台灣這樣子 有這個國安基金護盤的 這個要護盤拉起來 不是很難的事情啊 好 那這個話是題外話 不過我要講的是 從數據上來看 台灣除了台大 勉勉強強在世界的 500大以內吧 或者是300大以內 台大醫學系 其他的呢 跟世界主要國家 包括了日本 剛剛我們講過的 美國的這個40% 台灣的外籍醫學生中 40%是美國的 20%是日本的 還有德國跟英國的 還有加拿大的 澳大利亞的 這些加起來95%啊 你們是在怕什麼國際生呢 這些國際生到台灣來職業當醫生 對台灣的整體醫學環境 是好還是不好呢 還有 最重要的一點是 醫生的學歷是掛在牆上的 不像蔡同學是從來不見的 對不對 你上網去查是看得到他的 學經歷的 你高興給誰看是你的權利 沒有人壓著你啊 你排斥他們幹什麼 他們沒有市場 他們自然會改行啊 對不對 到巴布亞紐吉內亞種柿子啊 所以我不曉得這些奇奇怪怪的言論 到底是在 是在酸什麼呢 對不對 人家是跟你一樣 國家考試畢業的 台灣的國考欸 他在海外用 念別人那個奇奇怪怪的語言 回到台灣考國考 他還是可以考好 那實習 你給他機會實習 公平的實習 實習分數不好是他家的事 實習分數好不要是他行 這才是公平啊 人可以有立場 不可以沒事非 這很難嗎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正在會兒 內容 會兒 再次回到台灣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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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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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张律师你还记得吗 我们申请视讯他不准 对 他不准我视讯 对 他说他没有不准 他说他等于是没有讲话 要等到开庭的时候当庭再说 他的说法是这样 因为我们事先申请 那你就没有办法 他不准 他没有准 他没有准 那你就没办法上线 那他所谓的 他现在的说法是他没有准 不代表他不愿意准 只是要先开庭问问 这个情况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对 我在台湾包括英国在内 我视讯出庭 大概出了将近30个庭到50个庭之间 我没有细数 只有两个庭不准 一个就是姚念慈 直接对我发布通计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林伟环的这个庭 对 他那天在那个台北地方法院开庭 他装闹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不准你啊 只是我还没有准啊 对 他只是还没有准 开庭都已经开了 还没有准 意思就是不准啊 我觉得那个庭没办法参加嘛 对 所以我们认为他非常的不友善 就是说你被更一审之后 你仍然在做这些小动作 对我们的诉讼权造成侵害 于是张静律师就备好了书状 当庭把他列为被告追加 追加他为被告 然后申请他回避 对 结果万圣节又来了一次 我们申请追加被告 按理说他就应该回避了嘛 对 结果呢 这个案子到了 台北地方法院 他裁定 哎 我们的申请回避不准 意思就是 林伟环要继续当我们的法官 来告林伟环 也就是说法官是林伟环 被告也是林伟环 好 这中间当然有个小差距 就是他把我们告林伟环这个案子 给转到了别的法官身上 把别的法官去了 对 凭什么 法官是可以你随便派的 对 对不对 那我今天把你这个案子 我告了你 那这个案子你的被告呢 你就成为了这个案子的被告 本案中的被告 对 那你这是同案被告啊 你可以猜的 就是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当天如果张静律师 在法庭大骂这个法官 法官混蛋 我也在视讯当中 也骂法官混蛋加三级 于是我们两个应该都是同案被告嘛 对不对 好 结果法官突然把我们俩拆开 说哎对不起张静的这个案子呢 由王某某法官办 彭文正这个案子呢 由吴某某法官办 这就是我简单的讲我现在面临到的万圣节的 一再不断的重演的现象 好那张律师你当律师当检察官 当法官也三四十年了 你有碰过这种怪事吗 哎 其实在我们告张永慧的追加之处 记不记得 在张永慧 111年11月30日 延迟辩论终结后 我骂他是混蛋 之后我就到了地医院的这个联合服务中心 递出两份 一份呢 递出一份就是申请他回帝 一份呢 就是追加张永慧被告 嗯 结果张永慧就把追加他为被告的批示送分案 拼什么 他就是这样办的 然后呢 把我申请回帝币的部分 啊 就退回去让法院重新分案 对 也没有退回去 就是让法院分案了 法院就分案了 因为 申请法官回帝 一定是别的法官来处理 我们申请 这个法官的案子 嗯 所以当然不会有这个法官来处理 自己申请回 自己回避 要不要回避的问题 嗯 只有别的法官来处理 啊 那别的法官呢 就 驳回我们的申请 那 就说 因为张永慧收到了追加被告的案子以后 已经把他移到别的法官手里 不对啊 应该是全案 移出去才对啊 那我的说法就是 哎 当我申请你回避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对 你就应该要停下来 等到回避的案子 除了以后 对啊 因为你 只要你在追加被告 你是被告的状纸上 你只要批示了 写上了说 送分案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你在被回避以后的 诉讼行为 照理说 一旦你被申请回避 你任何的诉讼行为都不能做 嗯 那那个案子我们会输 还是因为 很关键的一个事 因为他当天啊 这个 延迟辩论终结的 太突然 嗯 他本都不让我们辩论 我记得当时李正华律师 还在 提出他要提出的证据 法官就突然说 延迟辩论终结 对 以至于我来不及 去 把追加的状纸啊 当庭定 嗯 所以我才会在事后才定 后来法院就说 延迟辩论终结以后 你的追加之数是不合法的 所以这次我学乖了 嗯 我不让他 嗯 延迟辩论终结 我就一开始 啊 讲完了 视讯开庭的问题后 我就直接申请他回避 结果结论还是一样 对 也直接 就是 递出了追加他为被告的 状纸 嗯 啊 结果 没有 还是把他移到别的法院 别的法官手里 那这个 追 这个所谓的 啊 申请回避 就变成了形同句文 嗯 然后呢 处理 回避的法官们 一共13位 嗯 啊 就说 这个案子 追加被告的案子 已经离开了 林伟环之手 嗯 所以 没有回避的必要 嗯 嗯 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案子 交给别人办 嗯 这是什么话 这是 这是对的吗 嗯 就说他自己的案子 他 他做了一个自己当被告的案子 可以自己移给移给别的法官办吗 对他决定要分交给别人去分案嘛 这个是他决定的 对不对 这个是完 你讲的对 当他被告的时候 他就应该freeze 就跟被警察要求收声一样 你就要停止不要动作 对啊 对啊 嗯 你如果去 批示 写上说送分案 就代表的 你在做一件行政 你不是行政 你在做一件 审判中的诉讼行为 嗯 可是当我申请你回避的时候 所有审判中的诉讼行为 理论上都应该停止 没错 尤其你成为被告 啊 是应该要回避 而不是 得回避说 或者是所谓的什么有偏袒之余 啊 就不同的条文哦 啊 法官是被告 用的条文是一定要回避 嗯 如果其他的情形是 有偏颇之余 是我们申请他回避 嗯 啊 啊 还可以 等 但是理论上那个 他自己是被告 等都不用等 就应该要回避才对啊 嗯 可是现在的结果又是如此 所以这个案子呢 我一定会帮你抗告 啊 台湾的司法 真的是 啊 要怎么讲呢 啊 台湾的司法真的 真的烂到了极点 我只能这么说 不过佩服这些法官可以光天化日啊 嗯 完全无所谓啊 嗯 他他就乱写他乱裁的没关系 不过没关系 你乱写我也乱写 嗯 二官四 把你们所有的恶行恶状嗯 从二官一二官二二官三二官四 中英文 图文并茂 把你们送进美国国会图书馆 永久保存 让你们的子孙 曾孙玄孙将来看到阿公阿嬷的脸啊 就怎么出现在一本书叫The Evils Evils 的这个书的封面啊 嗯 二官四呢 这个封面人物有刘成武检察官 有黄国中院长有吴钊燮部长 中景坤署长法官姚念慈还有总统蔡英文啊 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接受检验也接受挑战 如果你们觉得呢 小弟有这个对你不敬的地方欢迎提告啊 这就是我对于所有被我收录在二官书当中的 这些行政官员或司法官员的一个诚挚的 温馨的叮咛啊 我希望我们能够能够效法在其太事件啊 再进董胡彼我们能够做一个秉春秋之彼 明善恶之变的人 今天谢谢这个张静律师 谢谢 我只有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们两个都是自反而说 虽千万人无王矣 我希望这个王 是那个灭亡的王啊 是来往的王啊 来往的王 无王矣啊 对 好谢谢啊 谢谢张律师 谢谢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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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